第2286集 玉座大婚 六 骗在这时 外面传来墨天机的声音 乐儿 声音居然一片沉重 隐隐然有些忧虑 楚乐儿急忙走了出去 怎么了 发生了什么事 不对劲儿 今天的风很不对劲儿 墨天机看着头顶飘扬的旗帜 不会吧 楚乐儿道 今天这边本来是没风的 还不是你自己安排的 让不少高手躲在上风口 以自身修为吹出来的风势啊 借此无休无止的吹拂旗帜 从五千里外开始吹风 一路接力 旗帜飞扬 片刻不许搭了下来 那怎么现在却变成了不对劲儿了 你说的那些固然是我安排的 可其中却存在着一个漏洞啊 一个很容易被人利用的漏洞 利用 楚乐儿绝顶聪明 你是说毒 不错 就是毒 墨天机夺着步子 这么大的场面 圣君与雪仙儿 若想要进来捣乱 实在太容易了 只要随便改换一下形貌 咱们就没可能认得出来的 所以他们现在定然在下方的人群里面 伺机而动 墨天机眉头紧皱 一点点推理下去 不管怎么说 在圣君圣后眼中 就是楚阳和我们这些人 毁掉了圣君百万年以来打下的基业 圣君现在最恨的肯定就是我们 如今又是核心人物楚阳成亲 我要是圣君 也不会任由这样的美事 让楚阳办得顺顺利利的 肯定会来锦上添花的 否则岂不是太憋气了 以你的描述 雪仙儿未必是用毒高手 却也是此道行家 尤其他的手上 应该有一些很罕见的毒 只要配合得宜 在这种场合下 最容易发挥作用 所以他们必然不会放弃 这样的大好机会的 而我要是捣乱呢 从远方下手 效果有限 而且容易打草惊蛇 更何况 毒死几个无关痛痒的 对楚阳的打击 根本就微乎其微 所以 我一定要混入最核心的这个层次里 然后才开始下手 这样才能造成最有效的伤害 至少能让相当一部分人不舒服 墨天机目光闪动 一层层的推理剖析下去 身边的楚乐儿 却脸色已经变了 雪仙儿虽然不如乐儿你的毒宫的冤博纯正 可以他的手段配出无影之毒 问题应该不大吧 圣君这百万多年以来 所搜集的天才地宝 其中肯定有一部分 是剧毒之物 可在之前的收获中 剧毒方面的东西 咱们基本上没看到 说明那些都已经被利用了 改造成了某种 或者是某几种特殊效果的毒素 如果是有那样的储备 只要在今天这种场合拿出来 那尾石是最合适 也是最能发挥作用的 而今天 只怕连老天爷都在帮他们呀 敌方的那个天机大地墨天机 居然很配合的 命令圣人级别高手古风 令到毒素的散播更加有力 当真是多行不义 闭自闭 他们肯定是这么想的 而且人多骚乱 这乃是天赐良机 就算不成功 也能让楚洋恶心一回 我要是圣君 若是放过这样有力的报复机会 简直就是对不起自己 跟猪一般的蠢啊 墨天机自言自语地说到这儿 所以 今天圣君和圣后 必然会有所行动 楚乐已经被他自言自语地一番推测 吓得目瞪口呆 突然 零人级一动 你又吓我 你都猜到对方的可能手段了 还以古风为耳 想必是已经有了周全对策吧 却原来跟我说这些 来显示你智慧如海 世事无能拖出天机之手吗 墨天机闻言一愣 随即苦笑 乐儿 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哪里是一早就猜到对方的动向啊 今天古风的初衷 真的就只是为了作秀 却也多亏了这股风 让我在巨变之前 冻戏了一线仙迹 希望不会太迟吧 啊 那怎么办 楚乐儿一听墨天机 其实没动茶仙迹 也没有事先布置 不禁又急了 还不要紧 墨天机的脸色 变得严实一般冷酷沉稳 想要报复 最佳时刻 就只有在拜天地的时候 那才是众人防范心理最低的时候 也是最容易 最能够造成最大伤害的关键时刻 最起码来自于九重天大陆的亲人 他们是断断抵御不了无影之毒的 只要有任何一人死掉 那今天的报复 就已经可以算是成功的了 而拜天地的时候 乐儿 你是伴娘 你的意思是 所有有色有味的毒药 在这种场合用出来 只是个笑话 唯一能用的 就只有无影之毒而已 无形之毒 无色之毒 无味之毒 他眼睛深深地看进楚乐儿眼中 乐儿 这样的毒具体要怎么配 相信你是最清楚明白的 楚乐儿咬着嘴唇 点了点头 凡是这样的毒素配方 虽然千遍万化 但万遍总是不离其宗 其中那伤人性命的毒 和令人麻痹的毒 而能够做到这种效果的毒药 普天之下 大地也就是那么极主 只要你有心 相信一定能化解得了 所以你要在拜天地的那一刻 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就要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 洒出相遇制衡的解药 一定要成功啊 楚乐儿松了口气 这个完全没问题 就像你说的那样 之前不知道 或者会被打个猝不及防的 事后补救起来 可能会很麻烦 但有了准备之后 令到众人不会中毒 这反倒不成为问题了 对了 你还要尽量改变一下容貌 以防让他们认出来 相信圣后对你 一定印象深刻啊 好 还有别的什么要嘱咐的吗 嗯 基本没有了 你的变毒解毒已经是重中之重 至关重要的 只要把这个环节处理好了 其他的你不用操心 嗯 好的 那我立刻去准备 时间好像不多了 好 去吧 摩天机点点头 看着楚乐儿急匆匆而去 然后他就挥手叫了几个人 你们立刻去找独行大帝 无伤大帝 穷花大帝 斜云大帝 还有楚一座 告诉他们 拜天帝是小心圣君 就只跟他们说这八个字就好了 是 至于 季默和罗克迪描不通 莫天机反而不想通知他们 这几个人个性不够沉稳 脸色方面万一若是露出一些个破绽 那可就真正的坏了 至于雪泪寒 妖后等人 根本不用通知 只要故独行 他们首先移动 这些老江湖就能瞬间反应过来 到了这个地步 就算是这世上再绝顶的聪明人 恐怕也会松一口气的 可莫天机仍旧在再三的考虑 思来想去 然后又叫来几个人 如此这般的吩咐了一下 再次反复的找破绽 发现实在是已经想不出来了 居然还是松不下那口气 今天是老大和自己妹妹成亲的日子 哪怕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莫天机也不会原谅自己 或许这次婚礼 不仅仅是澄清典礼和决战宣言 或许可以一举三得 还能够一举彻底的除掉圣君和圣侯 莫天机皱着眉头 心中喃喃说道 要是那样 结果未免就太美好了 据我的经验和天道安排来看 大帝是不会允许如此称心如意的事情发生的吧 所以这其中定然还会有漏洞 还有变故 莫天机皱着眉 苦苦思索 却根本想不出来 终于拿出了酒梅铜钱 沉吟着 人类有失穷 我的极限大体就在这了 看来只有再次动用一次这个东西了 看看 具体哪里还有漏洞 莫天机的谨慎小心 未雨绸缪 在这一刻 简直是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而在莫天机安排的这段时间里 那外界充满整个空间的锣鼓喧天 他是一点都没听到 仪式已经走到了重要阶段 孟无牙的声音接近生死历劫 下面 有请我们今天的新郎官 穷小玉座楚阳大人 跟大家说几句 在一片震天的欢呼声中 突然间天地间充满了鲜花 无数鲜花从高空落下 话语缤纷之中 楚阳一袭黑衣 一步步的走上高空 走在虚空之中 却如同踩在坚实的楼梯上一般 一步步步履从容 一昧迎风飞扬 就这么一步步的走上去 却像是天中帝王在巡视自己的星辰领域 下面无数人本来正在欢呼呢 可在这一刻却突然鸦雀无声 楚阳的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了大家的心上 脚步无声却充满了震撼 人影一步步走上高空 距离众人越来越远 理应是越来越小 却不知为何 在众人心中 这道人影居然越来越大 越来越厚重 威严肃 等到楚阳当空而立的时候 整个人就化作了太阳一般 光芒万丈 照耀天下 楚阳今天身上依然是一袭黑袍 可这一袭黑袍 乃是他平生穿过的最华丽的衣衫 因为内有金线 外有金边 领口 还有一条条金色的安纹 那象征着今天作为新郎的楚阳 与之前闯荡江湖的形象截然不同 楚阳走上去缓缓转身 他的眼神很温和 看着众人就像自然洒落的温暖的阳光 但众人在这一刻同时感到心头一跳 随即就是突然间爆发出了震天的欢呼声 穷笑欲作 除欲作大喜 欲作大人 一时间 山呼海啸的声音 此起彼伏冲天爆响 人人表情热烈 看着半空的人影 充满了一种朝圣感 终于看到神灵的那种激动 楚阳微微笑着 双手抱拳 各位朋友 各位兄弟 楚阳一己之私 却劳动大家千里万里赶来 在这里 楚阳感谢大家 大家一片盛情 楚阳牢记在心 再次多谢 他的声音很平和 但在万众欢呼之中 却是清晰地传了出去 似乎在每个人的耳边 与他轻声慢语 我楚阳今日成亲 乃是我一辈子的盛事 仅此一次 所以 希望得到大家的祝福 这是第一件事 楚阳温暖地笑着 下面欢呼声祝贺声 山洪爆发一般的掀起 足足持续了半课钟 还是越来越响亮 越来越激烈 第2286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